第六 Intern Per Ti � fo 王文昕 邀請看看這個挚派 挚派 現在是挚派跟吾派 通通都是一個地獄上的區分 所謂的吳派是對著這派而講的 那麼吳派他用的是指的是蘇州這個地方 這裏邊最主要的這個 畫家的瀋州跟這個溫宗明 這裏邊尤其溫宗明 他佔的地位最為重要 因為他的兒子溫甲 跟他的姿子溫伯仁 通通都是畫畫畫得很好 他的學生 陳純 還有這個乾孤 他們這一派發展得非常的這個 影響非常的大 他們的畫畫是一種特色 是一種標準的文人畫 跟那個魚漿很深的那個姿牌是相對比 那麼它裏邊與這個匹馬群差不多為主 臺電多半都有那個磚臺 所謂的這個這個跟那個腐皮的那個遮派完全不同 所以他們在古古部門有很多這兩家的畫 也開過特別他們無門的展覽 這裏邊最主要的是那個溫宗明的 他們說粗文細審 溫宗明畫得粗筆一點的畫 畫得最好 最為特有特色 神舟的就是畫那個細一點的畫最為難得 在古古部門有它的神舟的魯山高是一個代表 溫宗明的它的幾個古墓漢泉 這都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 有這些畫裡面可以知道五派的它的特色 明大這個文人畫從東漆漢打力漆漢以後 對侯氏的影響非常的重大 它第一個它就是把這個整個的 把這個文人的這個氣質加重 而把回畫的這個基本的追求 稍微挪移了方向 挪移了方向這個影響非常的大 可以分做好跟壞兩方面來講 在這個好的方面 是保存了我們中國回畫的精神 足以這個閉默的雲味 足以中國的閉默的雲味 這就在世界一潭上形成了一種特色 就是沒有像中國人這樣 用鼻膜來畫山水人物 花鳥 而把這個詩書畫的這個情調 把它弄得這麼樣的這個濃厚 但是在壞的方面也有 就是太過於足以的 追隨這個文人的系統 從這個黃之舊 從文正明 申州 這樣一錄下來以後 對於大自然的觀察就不夠 宋朝人的話說一話都好了 就是因為他追求大自然追求得深 文人的話就離這個大自然比較遠 離這個畢默文藝的 這個距離比較深的時候 這個裡面就出現了一種毛病 把藝術的本質地追求 變成凝固到一個很適合的範圍以內 所以這樣以後就成了後來世王 那麼王劍 王思敏 王徽 王元祺 他們這排話 守一定文人的規矩 不敢直接對大自然的真正的情味來去追求 這是他的毛病 他這樣喝起來 每一件東西都有他的好處 也都有他的壞處 這個文人化也同樣發生了 這樣一個完全相同的效果 在好的方面保存了中國的 這個筆摸的趣味 壞處就是在臨摸 失去大自然的真精神 把這個藝術的這個追求的這個真誠 把這點丟掉了 這是使中國化慢慢衰落了一個 很主要的一個原因 好 這個龔賢 這個金令八家裏邊最有成就的 這個大畫家 他自己是一個 在這個金令八家裏邊 他的成就可以說是最高的 剛才所放的這張畫 是他生平最好的一張畫 這個他們叫千焰萬合圖 在這張畫裏邊 我們看到這裏邊畫的非常地豐富 裏邊包羅完像 我常是想到說這一個叫做 飄飄當當雲 就是重重疊疊疊山 還有樹樹朗朗樹 的確是叮叮當當群 這個把整個的這個 這張畫裏邊的內容 這麼豐富地表現出來 非常的不容易 中國人說這個充實之為美 這是它最畫得充實的一張畫 這一張畫而且不但充實 而且充滿了夢幻的表情 一張畫能夠畫到夢裏邊的境界 不容易 這和現在的抽象畫呀 有很密切的關係 我常常是跟許多朋友們講啊 這張畫可以說在中國畫裏邊 很具特色 特別跟現代的抽象畫 有非常明確的關係 這張畫所表現的 這個月下飛天徑 運聖街海樓啊 把這個夢幻之美 表現到這樣一個充沛的地步啊 這可以說是登峰遭跡的一張畫 假如再垮下一步 在懸崖殺手 把這個無象取消的話 就是現在最好的抽象畫 中國人不肯捨去這個無象 但是走到它的邊緣 能夠到這樣一個境界 非常的不容易 同時龔弦它這個用摩 在中國華史上非常的有名 它有這麼多層次 而能夠表現得如此之豐富 構圖又完全不要天地 把它全部都充實 都把它表現到這樣一個 美好的境界啊 這是一張在中國華史上 一個非常特立獨行啊 值得表揚的一張好畫 由這裡開啟了 我常說這是中國文化的 一種文藝復興 它把這個畫 表現到這樣一個程度啊 可以說在中國華裏邊 是一個獨屬一支啊 到了一個非常高的境界裏邊 這開後來這個中國華的 這是一個心理面目 非常的重要的一張畫 好